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 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 欢迎收听 古海飞扬 哈喽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听古海飞扬 我是子洋 那么今天的台北股市 大家会把重点会去解读 这个FED最新的利率决议决策 那维持按兵不动 那这个是如大家事前的一个预期 那美国股市昨天晚上是以一个 偏向多方的一个情绪去做一个解读 那整个行情 昨天美股的大涨 那到今天台北股市跟涨 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昨天我有先提醒过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现阶段台北股市 它绝对要先去缩抚五日均线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发现昨天我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股市它昨天 其实它在前一天 它就已经先提前收复五日均线了 那你为什么你台北股市没有本事收复五日均线 换言之 台积电 贴着五日均线 两天之后势必你还是要收复五日均线 你只落后了 那你落后反而会创造出我台股 我今天涨得更凶 因为你在某种程度而言台北股市是被压抑了 你有一点点跟不上美国股市了 所以这个是这两天我们在节目中 尤其在昨天我先提醒你的美国股市 刀减者等等已经收复五日均线 比台北股市领先 那结果利率会议之后 它大涨 那你台北股市呢 那个压抑的气氛拿掉之后 涨势绝对是很凶的 那你单日今天就是如此 那所以台积电顺利的今天大涨 收复五日均线之后 那连最弱势的AI族群 其实表现都很强劲很棒 那所以最弱的你不能够说 那今天人家就大涨了 你还在跌 你还不涨 对不对 那所以至少最弱的AI 不错了 有指纹了 好 那但是 我不会建议你去操作AI 你说伪创 你说广达 我不会在此时刻叫你说 你去买如何如何的 我已经讲过了 真正能够帮你赚一个大波段的股票 绝对不是已经涨过大波段的 听都懂我意思吗 再说一次 如果你在台北股市有经验 那我以我们从交易员出生 交易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告诉你 能够帮助你赚大钱的股票 绝对不是他已经涨了 涨过大波段的股票 那偏偏市场的投资朋友 八九成都喜欢去 针对那个已经涨过大波段股票 去找机会 还想要去买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告诉你说 譬如说我讲伪创 伪创涨了一大波段 讨了好几倍之后 然后做一个大幅度的修正下来 沿途好多人去看他 想要去买一直低阶低阶低阶 为什么 因为去低阶伪创的或广达的 纯的是什么心态 因为他看的是前面 他可以涨这么多 题材又漂亮 AI族具 AI的题材 所以没有问题 未来前景很明亮 之前涨这么多了 所以我现在去低阶 去承接 一定可以赚到之前 像那样子的一个大波段 那会去操作技嘉 一路低阶 摊平 伪创 广达 买完之后又破低 破低之后再破低 所以这些这种标的已经创造 已经已经呈现一个 有一点我们讲的连环套 所以他沿途上来就是必须沿途去解套 沿途去解套 所以他上涨的一个过程中 就势必要有外资大买或什么样的资金大幅度的买进 才能够把解套卖压一路一路的把它化解掉 然后再涨上去 所以相对来说会很吃力 所以我说会帮你赚大钱的股票 绝对不是那个已经涨过大波段的 没有涨过大波段的才有机会 譬如 你说老师 你说你证明给我看 你有听我节目的 你会发现我跟你讲的标的 往往跟别人不一样 你去听其他节目 你会发现他们跟你谈的个股都是 那个礼拜最强的 今天最强的 跟你讲这些 可是这些股票 对他是当天最强的 他是这个礼拜最强的 但问题是这个股票在变成最强之前 你没有跟我想啊 你没有先跟我预告啊 了解意思吗 所以当你过去曾经跟这类的一个分析师团队操作过后 你发现你很失望 因为他们永远是带你在那个股票变最强 变强之后才带你去追逐 追高追强 追完之后上节目说我们的股票最强 他没有说谎啊 他真的有那个股票啊 真的是最强的啊 但是你什么时候买的 他不会跟你讲 了解我意思 这就是我讲的 不要跟投资朋友去玩什么文字游戏数字游戏啦 你就实实在在讲嘛 你什么时候 你有没有看好什么标的事前起涨前变最强之前 你先跟我讲嘛 好 那你说那我这样讲那是我做得到吗 我当然做得到 今天有一张股票再创波段新高 而且它是这个市场的指标中的指标 对不对 我在讲这场标的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谈这场标的 但是最近陆陆续续已经越来越多声音在讲这场股票了啦 那当当市场又越来越多声音在讲这场标的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赚翻了 了解我意思吗 代表你赚翻了 8月29号8月30号连续两天我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 我说你去注意 有一档标的 我说AI AI AI 8月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讲的AI是讲伪创广达 到现在还在伪创广达计价 对不对 当时我在讲AI的时候 所以我说拜托各位不要一直跟着大家去追逐 那个已经长了好几倍的 长了一大坡的伪创啦 广达啦 技嘉 我没有跟你讲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讲AI的话 你要看你的格局要看到未来这个AI会发展到什么 这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样貌是什么 AI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那你能够看到未来AI发展到最终的那个样貌的话 你说你这个操盘人你的格局大还是小 所以当在8月29号8月30号连续两天我跟你说 你不要一直去在意那个伪创广达 伪创广达你在底部的时候很便宜的时候 你没买到 他长了两倍三倍之后 你跟着大家一起起哄 一起凑热闹去追去去抢 现在很多人全部都受伤了 那当时8月29号8月30号 如果你有听我告诉你说 你是注意那个AI发展到最后最终会 重点是什么 离线运算 深层式AI离线运算 我不要透过云端了 我离线运算 谁能够做得到 当时我告诉你就是联发科 245是联发科 对不对 我在讲的时候 你有想过 你应该投放资金下去 你认同吗 10个有8个不会认同 为什么 因为 他还没有发生嘛 他没有大涨嘛 你懂吗 可是 可是 那个当下 你们不认同是因为他没有大涨 那问题是 你们在当那个当下你们在看什么 你们在看伟创跟广达 技嘉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大涨了 涨给你看了 那因为他都涨那么多了 涨给你看了 你却不管风险了 你却呢 舍弃连发科 你去买了一个 已经涨了好几倍的伟创广达技嘉 那现在两个月后 两个月后 今天联发科还在创波段新高 你有想过 你投放一笔资金之后 两个月后 你能够得到什么吗 投资不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吗 各位 你现在的只手上的资金 我不管你是几十万了 还是几百万几千万 你就是要去想你现在这个资金 你要你现在要买什么样的标的 不要多就一档就好 好不好 我就买那一档 那我买他原因是我看好的两个月后 一个月后两个月后 我能够拿到一个蛮不错的 收成 联发科当时829 830我在讲的时候 股价才700块 股价才700块 今天联发科呢 最高 最高已经到877块 也就是说我一张就赚177块价差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想请问你 其他的其他的AI股呢 崩盘 对不对 一堆老师叫你去低接低接 怎么接怎么套 怎么接怎么跌 大盘呢 这两个月呢 大盘在修正 一路修正 昨天还破1万6 可是 这两个月前 我跟你讲的联发科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讲联发科 因为你要看的是 整个AI 发展到最后最后最后 最终 要呈现出什么样貌 你看到了吗 离线运算 AI的离线运算 谁能够做得到 联发科 所以两个月以来 真正的多头指标是谁 是联发科 那你再回忆一下 是不是整个这两个月前 两个月以来 是不是整个全市场 任何的什么投资节目 什么自称是什么操盘冠军 第一名的这些 所有的分析师团队 有谁在两个月前跟你讲 其实是联发科吗 AI最后最后最后的 最终的那个样貌 其实是靠联发科 有人讲吗 没有 只有一个 就是我叶子扬 所以你每天下午听我的节目 你可能觉得 可能是你开车的时候 可能是你不经意的时候 听到我的节目 你可能在两个月前 听到我讲联发科的时候 你可能不在意 对不对 你可能听一听就算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两个月后今天 这个人这个节目 跟别人不一样 我也我都知 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 我也没有请主持人 对不对 很奇怪 这个人讲的内容 跟别人不一样 讲的股票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你用时间去证明 这个人讲的东西 是对的 真的都是正确的 所以你要看一个团队 一个分析师 不是看一天两天 很多人听我节目 听好像好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在讲什么 他们都懂 他们都知道 因为他不是看我节目 听我节目一天两天而已 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能够看清楚 我的节目 为什么我说 我一个人讲就好 我短短时间 20分钟的时间 你要我再花时间 去分配给主持人 那用意是什么 那请个主持人 只是为了要在旁边 帮我鼓掌叫好 说我好棒 好厉害吗 算了不用 好 能够得到听众 观众的认同 对我来说 比较重要 被认同 不是请一个主持人 在旁边 请他来表现认同 那是假的 因为你的会员 你的听众 你的观众 对于你认不认同 肯不肯定 才是最真实的 好 那所以我说我做节目 我把我看到的 我的脑袋挂在想的东西 我把它呈现出来 我全部讲出来 那所以你用这种时间去证明 我讲的对还是不对 这样就够了 好 那连巴哥你看是不是最强了 他强过台积电 他强过任何你说的权重股 他最强 我都先讲 如果股票上去再讲 没有用 那个绝对不是一个能够带你获利的一个团队 我很希望你跟我操作 我带你去规划你的资金 摆在最重要的标的 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 我们来看成绩 我带会员是这样带 那如果你今天来做 一直跟我说老师 什么股票 今天没涨 明天小涨 后天没有涨 如果你一直讲一天两天 两天三天的事情 那我说你完全不懂什么叫投资 你懂吗 连发给我700块买完之后 他有马上的到800块给你看吗 没有啊 有没有 他又涨两天 跌一天 跌一两天 涨一天 起起伏伏之后 其实你问 你现在回头看 700就是买一点 就是破断起涨位置 这就是格局 投资就是这样 这个眼光 格局的问题 那你不要一直一直看一两天 一两天 你真的会错过的 错失的一个 明明可以帮你赚大钱的股票 你去在初期一直计较 一直一直一直看他眼走势图 每天盯着他看 结果呢 忍不住 看到大盘跌200点 把他卖掉 你一卖掉 两个月后回头一看 哎呀 我当初为什么卖掉 当初买700块 结果像877块 好可惜啊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卖了连发科之后呢 你跑去乱买了一堆股票 听人家讲 就要去低阶伟创买点道了 听人家讲去低阶广华买点道了 去买低阶什么技嘉 一大堆有的没有机壳什么都买 回过头来 你冷静思考之后发现不对啊 其实叶怎样讲的还是对的 资金锁定一档 重要的标的就够了 一档就好 除非你资金够大 你可以规划出来 几百万几百万布局一档标的 否则资金不是很大的投资朋友 真的 锁定一档 其实真的就对了 了解我意思 所以只有时间能够证明 我今天做这个节目 为什么不请主持人 我自己跟你分享我脑袋挂想的东西 我都事前先预告 我要证明什么 能够赚到钱 有真实获利绩效 其实靠的是什么 你要对整个产业 你要对某些企业 能够预判未来 同样道理 今天指数来到这个位置 我就不解指数了 指数 我一句话了 该讲我都讲了 今天这种指数大涨 也没有什么好解的 我就只解一句话 目前指数就先看一个箱形 16000 16000 到16400点之间 16000到16400之间 这样看待它就好 关键在个股 指数讲完了就一句话 就这么简单 之后我们再来观察就好 那先来看个股 联发科你看 其实我真的觉得 当时很多的听众朋友 曾经有来电 到公司咨询询问 那其实很多人 其实 询问问问而已 他们没有加入我们的团队 所以其实 联发科自然他就没跟到 那有跟到 但是我们家族成员 那我其实我觉得 你们曾经报 缴了某些会费 给某些分析团队 得到了一个 你不理想的结果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那个当时 你缴的会费 报名团队是我们 来跟着做联发科 到现在的话 其实你大赚了 有时候我觉得 你不要想太多 就是凭你的直觉 直觉去做对的事情 时间会告诉你 你对还是错 来 今天我们再讲别的 我讲新的 联发科上去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很多人问问 老师还有没有像这样的标的 我跟你说 注意听 我都会先预告 什么是足底 之后准备上去 有机会大赚的股票 我会把你找出来 看到未来 其实现在很多人 在讲AI 有没有 AI是对的 我跟你讲 AI是对的 但是 大家都在看什么 消费性产品 AI 可是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我讲的格局 其实AI真正会造成某些企业 真正会拿到获利营收贡献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工业物联网导入AI 有人跟你讲这一块吗 没有 工业物联网导入AI之后 会让很多的更多的企业在营运上面 在所谓的一个生产上面 会大幅大幅的 大幅的提高效率之外 大幅大幅的降低成本 所以你企业你绝对会朝这条路去走 绝对会这样走 所以最最直接的会看会受惠AI的其实是当能够让让AI导入工业物联网的这种企业能够帮助AI导入工业物联网的公司绝对最大最直接绝对肯定会大赚的什么样的公司 所以我说我看的东西跟别人看的不一样 但是我跟你讲我看的绝对是对的 未来 你现在买这个飘地 未来一定像你就像当时八月底 我跟你讲联发科一模一样 这家公司 就是我不能讲太明了 我只能跟你说这家公司 他就是直接在 企业要导入工业物联网 要导入AI之后 能够促成这件事的 就是这家企业 就像我说的未来要 AI发展到最忠诚的样貌是什么 离线AI 能够实现离线AI的是联发科 那现在能够帮助企业实现 工业物联网导入AI的是谁 是这家公司 你可以拿一笔资金就买他就好 就一档就好 如果你资金够的 拿个两百万买他也可以 资金再多的拿到三五百万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有成交率 他不是小股票 OK 所以格局会决定你未来的财富大小 一档股票抓到趋势 对了 就是时机成熟 timing对 你就要出手 那很多人会问我说老师 可是我想买这个标的 但是问题是 我现在有其他家会期还没到 我说你们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些啦 对不对 你过去不相信叶子洋 你跑去报名谁的会员 你还有现在会期都还没到 还有你过去不相信叶子洋 你自己跑去追买了一堆股票 现在手上钱都没有 都套在股票上了 怎么办 你有这类似问题的 我跟你讲 我今天帮你想了一个办法解决 解套救星 什么是解套救星 我节目中我不方便讲 你加LINE 你加我的LINE之后 留下电话 我来跟你解释 什么是解套救星 我帮你 或者你现在直接拨 自行专线到公司 我跟你讲 什么是解套救星 我帮助你 你刚刚所讲什么 会期没到的问题 手上一堆持股的问题 我给你迎刃而解 迎刃而解 怎么解套救星 怎么解 拨电话 线上 拨电话 我们私下讲 第二个 加LINE之后 留下你的电话 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来跟我布局 最重要的这档标的 请把握今天 最重要的标的 你该买一定要重压 就这一档就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说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 广告 现在就加入 叶子杨老师的 LINE AT ID 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或拨电话 02-2362-8000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顾 102年 金管投顾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节目中 所推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